有人说这是最好的一部关于吸血鬼题材的电影 毕竟从没有人会将吸血鬼漠视论以及反乌托邦这三者相结合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他大胆尖锐的影射和极具创新的世界观下 还能用一个近乎无解绝望的故事来探究生命的背影 在不久后的未来 蝙蝠身上的病毒引发了一场世纪灾难 吸血鬼彻底统治了世界 他们不会生病甚至也不会变老 随着时间的流逝下 他们甚至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 因为惧怕阳光 他们的昼夜彻底颠倒 凌晨变为了整个城市最繁华的时候 富人们在上班前会习惯性的来上一杯 掺杂自己血性的咖啡 美滋滋的开启他们愉快的一天 而穷人却只能沦为乞丐在大街上乞讨血液 就是在这样一个颠覆性的世界里 剩余不到5%的人类幸存者们 为了避免成为提供血液的容器 只能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 但同样也因为人类的日渐稀少下 吸血鬼社会出现了棘手的粮食危机 买不起血液的穷人们在失控下开始攻击同类 而在吸食了同类的血液后 他们会变异成没有理智的怪物 眼看着社会秩序开始变得混乱甚至即将崩塌 高层希望能够找到血液替代品来应对危机 所以压力一下子就来到了身为首席血液研究专家的阿强这边 他被紧急叫到了总部 在所有高层的注视下提前开始了活体实验 阿强将还未彻底完善的人造血液输入到士兵体内 起初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下一秒士兵还是出现了强烈的排异反应 阿强还试图补救 但士兵却直接散落成了漫天血花 这让善良的阿强内心十分愧疚 身为吸血鬼的他也是特别的 因为他从不喝人血 而是一直用动物血液替代 阿强的弟弟阿福突然来到他家中 原来今天是阿强的第十个三十五岁的生日 当兵的阿福特意请假回来给他送上最诚挚的生日大礼 一瓶原装进口的百分百新鲜人血 尽管阿强饥渴难耐 但依旧凭着意志力将血液直接倒掉 这让弟弟一下子怒火中烧 就当他拿着行李准备转头就走的时候 一只变异的吸血鬼怪物从黑暗中缓缓出现 原来刚刚门没关 怪物沿着血液的味道钻了进来 看着丧心病狂的怪物嚣张的示威 阿强都快吓懵了 回过神的阿福还试图 却直接被怪物一巴掌拍上了枪 看着怪物一步步朝着阿强逼近 阿福又迅速地爬了起来 怪物此时也像蝙蝠一样倒挂在屋顶开启攻击模式 阿福瞅准时机一刀命中要害 这才将怪物解决 事后警察在打扫现场时 告诉阿强这已经是最近发生的第三起入室袭击了 看来社会的动荡已经愈演愈烈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躺下休息的阿强突然听到门口的警报声再度响起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 可刚打开灯 一个女人拿着特制的弓弩就对准了他 看着女人的瞳孔 阿强意识到女人竟是罕见的人类 接着女人说明了来意 她叫阿珍 并且她对阿强似乎很熟悉 她知道阿强从不吸食人血 也知道阿强在研究人血的替代品 她告诉阿强她有更好的一劳永逸地解决办法 只是需要身为血液专家的她帮忙 接着阿珍又递给她一张地图 如果阿强愿意帮助她的话 就去地图上标注的地点会面 阿强心动了 毕竟在她的内心 她始终认为自己依旧是人类 到了第二天 阿强来到了约定地点 在这棵百年大树下 阿强见到了另外一个自称猫王的男人 一个从吸血鬼逆转变回人类的男人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之前的一场车祸 车祸导致她不慎暴露在了阳光下 只是很快她就掉进了水里 这反而让她捡回了一条命 并且更神奇的是她不再惧怕阳光 也重新有了心跳 所以她猜测或许一定时间的日光照射下 吸血鬼就能够重新变为人类 而找到阿强的目的 就是需要她来印证这个猜想 接着他们带阿强来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这里是阿珍父母留给她的酿酒厂 生活着这些年她所能搜救到的人类幸存者 而在阿强开启她研究的同时 吸血鬼社会的动乱彻底爆发了 随着饲养的人类彻底耗尽 血液的价格开始飞速上涨 绝大部分吸血鬼无法满足日常所需 就连文质彬彬的富人们也揭开了伪善的面具 像野兽一样开始疯狂地抢夺所剩无几的血液 无奈的高层除了镇压之外 也只能尝试去寻找隐秘的人类幸存者们 而基地的搜救人员刚找到一批幸存人类 在返程的路上就不幸被士兵发现 尽管他们试图反击 但在吸血鬼士兵的人数压制下 他们还是一个个的被麻醉枪所致服 接着士兵又通过无线电定位到了基地的位置 无奈之下基地内的众人只能紧急转移 但此刻阿强的研究已经到了关键时候 马上太阳就要升起了 如果离开的话前面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所以他决定用自己当作小白鼠来完成最后影子 阿珍调整好镜子反射阳光的位置 猫王带着阿强进入到了改造后的酒桶 猫王拉开挡板 阿强的全身一瞬间就燃烧了起来 在阿强快顶不住的时候 阿珍启动了真空设备熄灭了火焰 看着心电图没有任何变化 阿强不死心地决定再来一次 而这一次心电图竟真的有了波动 只是很快又重新变为了直线 这也意味着实验确实有效果 阿强果断要求继续 这一次他照射的时间更长也更加的痛苦 终于心电图有规律地跳动了起来 而他瞳孔内的金色也渐渐褪去 但此时士兵也已经赶到了基地内开始搜查 幸好他们提前躲在了另外的酒罐内才逃过一劫 等到士兵离开后 阿强鼓足勇气站在了阳光底下 时隔多年 他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 而在另一边 在这一批被抓捕的人类幸存者中 一个女孩被送到了血液公司老板的办公室里 而她正是老板的女儿 女孩不愿意和父亲一样被转化为吸血鬼 所以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眼看着失踪十年的女儿回来了 老板下定决心要将女儿转化 这样他就能够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但老板对自己的女儿下不了口 于是他将阿强的弟弟阿富找来 一番忽悠洗脑之下 阿强来到关押女孩的房间 二话不说强行将女孩转化 可事后等到老板过来查看时 却还是低估了女儿的决心 被转化的他宁愿啃食自己也不愿意吸食人选 看着女儿即将变为丧失理智的怪物 老板只能将他和其余被抓捕的变异吸血鬼一起处死 就这样 临死前的女孩回头看了一眼阿富后 最终也化为了灰烬 为了解救这个残暴畸形的事件 阿强找到了共16年的研究所的搭档 他希望还在研究所的他能够和自己联手 将所有吸血鬼重新变回人类 同时表面一口答应 但借口接电话的他却偷偷联系了军队 因为在这之前他就接过了阿强的研究 成功地研制出了血液替代品 马上就会成为救世主的他 当然不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全世界 随后 阿珍被赶来的士兵抓走 猫王射杀了一名士兵后带着阿强侥幸逃了出来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阿强的弟弟阿福又举着弓弩走了进来 见到哥哥重新变回了人类 阿福的内心十分复杂 因为最开始也是他强行将哥哥转化 但并不是因为想喝血 而是那时的阿强已经得了癌症 兄弟见到误解彻底解开 可他饥渴的身体此时已经无法抵抗人类鲜血的诱惑 但出人意料的是 猫王没有重新被转化为吸血鬼 反而是将阿福转化成了人类 原来吸血鬼重新变回人类后 体内的血液会产生净化血清 阿强瞬间有了主意 他知道如何拯救这个该死的世界了 他独自一人找到老板后 开始了疯狂的挑衅和嘲讽 恼羞成怒的老板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所以上一秒还在回味着他 下一秒就变回了人类 等到军队赶到公司时 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被绑在电梯内的老板 饿到快失控的士兵见到眼前鲜活的人类 哪还管他是不是老板 一窝蜂的就扑了上去将他啃食殆尽 另一边的阿强带着阿珍刚准备离开 刚来到大厅 就被另一批吸血鬼士兵包围 千军一发之际 一辆车直接冲了进来 阿福及时地赶到 可当他刚解决完眼前的敌人后 身后无数的士兵再次将他们包围 看着吸血鬼士兵眼神里熟悉的饥渴和欲望 阿福知道他必死无疑了 他转头看了哥哥最后一眼 接着就被无数的士兵所淹没 逃到了监控室的阿强和阿珍 也看见了大厅内悲惨又血腥的阴暮 刚变回人类的吸血鬼士兵 转头又被外围的士兵啃食殆尽 而这样的循环或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像无法打破的诅咒一样 最终 解药变为了另一场瘟疫的毒药 阳光再一次洒在了大地上 可他们迎来的 或许是另一场新的漠视 感谢观看